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一个旧的Switch 然后又想要买一个新的NS-L 是不是就可以把旧的永远放在底座上插着电视 新的就可以出门带走完呢 大部分时候是可行的 接下来我来操作一下到底要怎么做吧 首先要了解一下Switch的主要主机 如果你同一个账户在两台机器上面登录 你可以在你的主要主机上直接玩你的数字版游戏 但在非主要的另一台机器上面 你就必须要让它保持联网 确认你是不是可以运行这个游戏 所以如果我拥有Switch和Switch Lite两台机器的话 那么就最好把NS-L设置成主要主机 因为在外面的话可能会没有网 把家里接着电视的这台Switch设置成非主要主机 保证可以联网游戏 要把Lite设置成主要主机 首先要从原来的Switch上面注销 方法就是先进入到eShop里面 点击个人主页 然后滑到最下面就可以看到有注销按钮 之后Switch判断你哪一台是主要主机的逻辑 是这个样子的 在你注销之后 第一台登录到eShop里面的主机 就是你的主要主机 那现在在Lite上面登录就可以了 登录之后 我们在Lite上面玩数字版游戏就可以不用检查联网了 实体版就不需要担心网络问题啦 直接插卡就可以了 搞定了游戏 然后就是存档 首先你一定要有这个online会员 不然没有办法用云存档 Switch上面的游戏就是分为支持云存档的和不支持云存档的 支持云存档的游戏呢 当云端的存档和本机的存档一致的时候 本机的存档是会自动上传的 当不一致的时候 比如你在Switch上面玩了一会儿 存档上传了 然后跑到Lite上面 没有下载存档 又玩了一会儿 Lite的存档就不会自动上传 而是会询问你需要覆盖哪一个 进到游戏管理页面 或者是设置里面 有一个存档管理 现在这里写着的是以备份 然后我们在这里玩了一会儿 还是自动备份的状态 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到另一台机器上面 按加号键把存档下载下来 但要注意的是 Switch的云存档只可能会自动上传 是绝对不会自动下载的 这意味着你每次要换机器玩都需要同步存档 你就要手动进入菜单下载一次 其实也不算是特别麻烦 但确实是多了一个动作 那至于不支持云存档的游戏呢 就稍微有一点尴尬了 因为任天堂怕玩家会恶意复制存档 所以一些在线游戏是不允许多个存档同时存在的 难道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的存档会永远待在这台老机器里面出不去了 其实也不是 还是有办法的 进到设置里面 最下面有一个转移存档 可以选择一个个存档转移 在这个地方选了转移之后 另一台机器上面选择接收 然后两台机器要靠得非常近 等它转移 然后就好了 所以同时玩两台Switch还是可以操作的 尤其是对那些支持云存档的游戏 但是呢必须要注意 一定要保持在联网的状态下才可以 如果是不支持云存档的游戏 想要带出门的话 那还是从底座上面直接拿起来比较好